水上摩托車海上飆速後方 衝出噴射水柱 這水柱有多強 可以把一個約70公斤重的成年男子 直接高高頂起 外科醫生表示 這樣強勁的水柱 射到人體傷害很大 水上摩托車的強力水柱 是消防 有人統計過是消防水柱的80倍 所以如果說他就穿泳衣的話 一般都沒有辦法 經得起強力水柱的衝擊 所以他直接射穿著職場 其實我們的生活中 潛藏著一些危險水柱 像洗車用的高壓水柱 這個力道也是非常可怕的 我們馬上就來測試 用高壓水柱直噴小黃瓜 水柱一噴小黃瓜就裂了 繼續噴個十多秒 半解小黃瓜整個斷裂 再以後動約1.5公分的豬肉來試 水柱噴了20秒不到 豬肉表面出現一條深痕 跟沒被噴的另一面比較 高壓水柱噴過的明顯變得比較爛 還有洗車場水柱更強 往輪胎來噴才5秒鐘 輪胎皮就破了一個洞 宏光科技大學環工系教授江金龍就曾說 高壓水柱的水柱壓力最高可達200公斤 直射的話可能射穿人體 另外不少小朋友很愛的噴泉 在中國就曾經有位八歲男童被噴泉的高壓水柱打穿了直腸 專家表示以十米高的噴泉為例 水柱的衝擊力相當於在1平方 1公斤的面積上施加1公斤的壓力 因此孩童玩噴泉水柱時 大人要特別小心 除此之外 很多人很愛的SPA水柱 衝背衝緊接用水柱按摩 但2020年在臺中有位37歲男子 衝SPA水柱衝到脊椎動脈 而導致腦中風 醫生提醒衝SPA水柱時 要從稍遠處逐步接近水柱源頭 然後停留在最舒適 又不覺得疼痛的安全距離 每次約維持10到15分鐘 才能達到按摩效果 又不至於造成傷害 另外一個問題 在這裏上也突然間